美国印吉安纳波利斯国际机场附近的联邦快递物流中心 4月15日晚发生枪击案 至少造成8人死亡 7人受伤 枪手为该公司的前雇员19岁的Brandon Hall 已当场资金 警方指出此案为重大伤亡事件 警方发言人Gene Cook说 其中一人受重伤 另有两人在现场接受治疗并获释 一名目击者称 他当时正在大楼内工作 突然听到连续击声枪响 联邦快递发表声明证实枪击案子发生 并表示会同当局合作 且重申安全是首要考虑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同意听取 新冠仇恨犯罪法案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15日在白宫会见了 国会亚太裔核心小组成员 就亚太裔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 拜登表示 他和副总统贺锦丽为该法案在参院 获得压倒性票数赶到鼓舞 他们需要与亚太裔社区站在一起 议员们在会谈前表示 他们希望借此机会谈及一系列政策问题 如住房和健康差距 移民以及亚太裔在拜登政府中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并敦促拜登 对打击针对亚太裔社区的歧视与不平等 采取更多行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日突访阿富汗 并与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会谈 两人就美军撤离和反恐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加尼表示 阿富汗尊重美国政府有关 今年9月11日前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 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完全有能力保卫国家安全 布林肯说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并不意味着削弱同阿富汗的关系 美国将继续向阿富汗和阿安全部队提供外交和人道主义支持 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 双方一致同意 通过继续磋商开启双边合作的新篇照 此外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稍早表示 美国将向德国增兵500人以加强双边关系 这批军事人员最早将于今年秋天部署在德国威斯巴登地区 德国防长卡伦鲍尔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欢迎 认为这是美国和德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强烈信号 现在 洛杉矶县推出一个突破性计划 提供小型房屋业主最高2万美元的房屋贷款援助金 避免他们的物业遭到法拍 洛杉矶县第三选区 县议员库尔指出 暂缓驱逐令即将于6月底到期 但县议会可能会和过去一样再次延长期限 保护因为疫情 付不出房租的房客免受房东驱逐 消费者与商业事务局主任卡巴哈说 避免房屋法拍和房贷纾困计划 是洛杉矶县第一个提供纾困金给独洞屋 和一到四单位住房业主的计划 这项400万美元的房贷援助计划 已经开始接受申请 有意者可致电888-895-2647 或登陆NHSLACounty.org slash Mortgage Relief Program进行申请 中国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 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49,310亿元 同比增长18.3% 实现稳健开局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介绍说 从生产来看 一季度农业生产总体平稳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5% 服务业恢复性增长 市场预期向好 从需求来看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5,221亿元 同比增长33.9%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恢复 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 货物进出口总额84,687亿元 同比增长29.2% 下一步 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深化改革开放创新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